各位企友大家好 上一节视频给大家分享了 气质大师曹延里 在第18届亚洲下棋个人锦标赛上 战胜了特级大师郑维彤 而这一节视频给大家继续分享 气质大师曹延里 在第18届亚洲下棋个人赛上 先手大战新加坡期望 吴宗泰的一排棋 相当精彩 红方是气质大师曹延里 开局的先人之路 那黑发吴宗泰足底炮 红方架中炮 刷下连缓不强中路 上马同边 第四躲避黑发三路炮的威胁 那么接下来黑发冲七足 红方正马 黑发正马 红方出局捉炮 黑发出局宝炮 那红方熊河局 黑发上马同边 接下来红方巧先出局 黑方则起横局 红方拱兵火马 黑方平居战类 红方上马排河 那黑方近居兵临线 将来呢 有可能啊平居去吃马 那红方上马 巧先发奈 吃掉鞭足 下一步起啊 有可能登炮 黑方平炮视角 然后红方近居卡下路 这个棋为啥没有补适呢 因为他不怕 假如黑方近炮打市 红方可以飞向 下一步起呢 去吃炮 你这炮呢 不能横着走啊 只能说退 比如说你退炮去打马 那么他将来呢 平居切置 你这个炮打马 他就吃居 将来呢 红方问吃歇数 所以说呢 黑方雷不及去打市 那实在歇补一个市 那红方平炮要打居 现在这个炮呢 没有点位 如果平炮要对呢 那么他家里啊 把炮一吃 等黑方吃炮的时候 那红方可以再把鞠呢 退回 这样走下去 红方还是往直歇数 子力位置极佳 那如果这里黑方 平炮给马呢 那红方上马一吃 黑方比如吃炮 红方退马吃掉中足 这个棋的后边 有炮撑腰 那不好 红方炮正中路 而且呢 牵制黑方 无根鞠炮 家里还是红方 大债优势 那么实战 黑方平鞠 紧盯红方的七路兵 红方拱兵火马 黑方充足度合 红方平鞠吃足 黑方出贴身鞠 那红方补个市 接下来 接下来黑方 近鞠 点住 下路 下一步 可以鞠六平七 随时吃相 而且还有成底炮的起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红方飞起了边下 赛后 车姐发现 黑方已经布局成功 邓钊 应该是平鞠 紧盯红马 加了成底炮 那红方有可能 平鞠 平鞠打炮 那么加了黑方呢 就可以把马吃掉了 你如果说去吃 黑发的炮 那么黑发还可以吃掉边下 这起走下去 黑发反显占优 那还有一种变化 就是黑发平鞠的时候 红方能不能上马的问题 那如果说 马赛近似 那么加雷 黑发把鞠对掉 红方一吃之后 黑发吃掉中兵 加雷呢 把鞠再掉过来 这起还是黑发比较好下 所以说 此时黑发一旦走出 居六平鞠这一招起啊 红方应该是不好下了 那么当时黑发并没有走出 居六平鞠 而是雷了一招 退炮准备踹打 红方发现之后 平鞠 进行牵制 你上马 他就吃炮 黑发先平鞠 准备打马 红方上马排合 黑发退鞠 吃兵之后呢 双鞠要夺嘛 就在此时呢 红方的一招 禁鞠熊河腰队 黑发这个起 正招还是应该呢 把下吃掉 那么双方还是大体中式的 比如 下一笔鞠呢 这个鞠啊 随时呢 有可能吃炮 面对这一步起 黑发比如说 红方比如说 退居宝炮 那么他依然呢 可以牵制 你如果说上马的话 那咱们发现 他就平鞠 你改灯下 他就 把进炮给你打住 这个起呢 走下去还是 完全客栅的一个局面 那么当时 黑发并没有吃下 而是接受对局 红方把鞠吃 之后呢 黑发上马排合 那红方上马腰队 黑发这个起呢 也只能说对调 红方进炮一打之后 黑发退居吃炮 红方退炮躲开 但是这个起呢 平居直接保 也是红方占优 时代黑发平居 准备再次吃炮 红方平居保炮 那么教练啊 就进炮 打下家中抽居的起 那么刑期至此 也就到了这一排起 最关键的转折点 和风水里 赛后车姐发现 黑发正着 应该是把居躲开 这个起红方 目前很难入局 如果你上马 教练呢 有打马 以及灯效的起 那黑发可以选择退马 跟你对此 红方吃马 黑发吃炮 那红方有可能叫杀 黑发这里呢 可以进炮 形成单子炮 黑发 严防死属 红方很难入局 那么当时 黑发走出 惊贴大陆 出价 给了红方 平炮 叫杀的机会 对着起走出来之后 黑发 吴宗瀚 耍溃投资种树 那假如说 你吃炮 他净炮 是绝杀的 所以说 走到这里 黑发最顽强的变化 也只能说 拱足吃炮 红方把炮吃 黑发 再拱足 那红方就冲兵 你如果说是啊嘛 那么红方退炮一打 黑方把炮一吃 红方把足一吃 有军杀无军 这起红方胜定 黑方投资种树 也是必然的选择 对怕气呢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更加精彩 再见